住着吃梦的怪兽一家人 有怪兽 怪兽爸爸 怪兽妈妈 怪兽弟弟 怪兽妹妹 还怪兽爷爷 某一天怪兽妈妈突然把怪兽踢出家门 瘦瘦啊 你不能整天在吃饱就睡 睡饱就吃 你要直睡了 你要学着自己找梦吃才行啊 怪兽妈妈 对着门外的怪兽说 怪兽妈妈说完后 就砰一声 把门关上了 怪兽在门外哭了好久 好久 哭到这两公公都回家去了 怪兽妈妈还是没有开门 怪兽擦干了眼泪 决定自己去找梦吃 就这样 孤单的怪兽踏入黑夜中 展开了他的旅程 感谢观看 很久不及也会 好久不及也会 大会 又看 就可以 接受了 看 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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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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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